变异株这个Delta 在屏東发生感染的一个看法 就是问大家会不会担心 变异株Delta的疫情会扩大 我们来看到这是截至在这个两点钟 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启前 我们最后的一分钟所截的图 现在目前为止的投票结果呢 非常担心的占了85% 还算担心的占了12.5% 等于两个加起来就是算担心的 还算担心以及非常担心的 加起来有98% 等于是说压倒性的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Delta病毒 十分的担心很担忧 现在在我们这个新闻大白话的 YouTube频道上面 聊天室的最上方也有这个连结 因为我们现在统计的结果 会一直持续到7月1号 所以也欢迎现在所有正在 收看这个节目 以及你在网路上面收看的人 都欢迎你点选这个连结 来告诉我们大家的意见 我们也会在持续关注 以及持续来反应 所以现在其实全球 对于这个所谓的大魔王Delta 大家都是非常的焦虑跟非常的紧张 各国其实通通都是拉高了警备 要警戒 要来对付这个Delta病毒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包含了在印尼这个地方 印尼现在已经是受到 这个Delta病毒狂似 这个红十字会说这个疫情 濒临灾难的边缘 甚至是在这个地方 广州 广州已经出现了一传一百五 因为其实人家说Delta病毒的传播力 R0值是非常惊人 可以一传七点六 可是这可能是超级传播者 它传播力已经达到一传一百五 甚至是同一栋楼 都已经要算是密切接触者 我们一般以前讲这个阿法病毒 就是英国变种病毒的时候 密切接触者可能是同一个屋檐下 或者是在同一个办公室 多少公尺以内的算 可它现在范围只要是同一栋楼 甚至是四天之内的 统统都算是密切接触者 这样子我们当然不能够轻忽 在这个东宛这边的速食店 女子擦身而过一秒钟 一秒钟而已 就会种这个Delta病毒 当然这样子的传闻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不得不小心 不得不谨慎 而且有专家在说 但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国内的一些看法 就是当这样子的故事 或者是这样子的说法出现的时候 陈思忠的讲法是说 对啦 这种故事 去年到现在听很多啦 事实上可能还有其他的传染源的可能性 听起来感觉没有那么紧张啦 没有像大家 我们刚投票结果那么紧张 真的我们应该要相信 这样子的话还是这样子的话呢 再来看 其实我们蔡总统 是提醒大家要警戒的呀 他明明就讲说 这个传染力非常强 致死率又很高 而且现在入侵到了这个屏东坊山 拜托大家要提高警觉不可大意 那再来看看李秉宁 这也是指挥中心的说法 啊请平常心看待 诶这两个人说法很大的落差诶 一种病毒两种解读吗 那到底我们应该是要听指挥中心这边 哦这是故事 这是平常心 还是我们应该要听蔡总统叫我们提高警觉 现在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现在就要开机指挥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晚一直是新北市23例 那台北市22例 超原5例 高雄市 苗栗县各2例 屏中限1例 那里面现在解割的 百分比到75.6% 那整体疫情发展的一个趋势来看 那都是在往下 那不过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 是55例 看起来数字的确是有下降一些 而死亡的病例数也是来到了5人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累积到现在呢 是已经超过了640人的死亡 还持续在上升当中 所以我们的这个死亡率啊 还是持续在上升 面对到这更严峻的这个疫情 面对到这个更可怕的Delta大魔王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法上面是不一致的呢 一种病毒两种说法 可是对于梗图来说的话 好像中央的讲法都是一致啊 梗图都一致发出去 但是对于疫情怎么一人一种说法呢 又说是故事又说平常情 又说你要严正以待 所以这好像感觉上没有瞧得拢 那到底第一线的疫情又是如何呢 潘孟安有讲啊 他是说因为现在呢 这个包含了封港跟善女这地方 都已经解封了 我们守住了 这让大家有点纳闷 我们已经守住了吗 Delta病毒我们已经过关了吗 这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可以欢呼了吗 他说短短四天浴火重生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再来看哦 其实因为现在包含了这个疫情疫调 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是打算问号 甚至刚刚专家讲 很多黑数可能都还没有算到 因为他的这个R0值这么这么的高 就连呢我们看到说 其实像是这种倒垃圾 都会发生这种传染的状况 当然他们后来又讲说 其实他们有足不出户了 他们可能是那种跟隔壁阿嬷在对话之外呢 他还有在上这个救护车之前 他们有一些短暂的接触 所以让大家很纳闷的是说 你们的讲法那么多 我们这一帐已经到现在安全了吗 已经守住了吗 董哥 因为最大的关键 为什么他们对于德塔这么轻描淡写 最主要是因为德塔只有屏宗有 屏宗是民党执政的县市 那他们对于民党县市 就要把它弘胸话题 把它讲得很轻微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德塔 它比原来的病毒强60% 它是非常强的 所有这些包括一秒钟被感染 14秒钟被感染 都是真的 陈时中说这是故事听很久 它是在中国大陆 我讲了一秒钟的故事 李小姐30岁带他先生 然后在麦当劳 有两个高中生 跟他凑身而过一秒钟感染 因为这是唯一两个有交接的 有影片 两个高中生也有名字 都是有名有姓 这怎么会是故事呢 那一秒钟会不会感染 当然会 半秒钟会感染 怎么会一秒钟不感染 因为你病毒如果很强 你在喷发的时候 喷到眼睛或哪里 就有个人了嘛 那我觉得陈时中讲这个 就不负责任 就好像他去年 去年他告诉我们 你坐公车坐捷印 不用戴口罩 不需要 那是错误的啊 全世界都知道他错误 他为什么要讲 大家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去年的一月二十四 一月二十三五万红城 一月二十四 是除夕了 马鞭九跟蔡英文同时到华谷山去敲钟 马鞭九戴口罩 蔡英文没有敲 没有戴 对不对 那没有戴的话 要替蔡英文严谎 说哎你看 就不用戴口罩 不用紧张 然后总统让我出来骂马鞭九 记不记得 那马鞭九 假专家 假装是专家还戴什么口罩 结果大家都知道戴口罩是对的 所以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东西 其实是不可信 他主要是看党派 看颜色 看哪些人 然后他来讲他改讲的话 那请问一下 这种不遵照专业 不遵照科学的防疫是对的吗 对不对 今天经过疫情这一年六个月来 大家都已经知道 应该怎么去防护 洗手或者做哪些 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 所以你今天 装疫情东西要令其道而行 那我们很清楚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评刀也不知道他讲的那么乐观 你看他的专家都很好讲 他今天一个阿嬷 他只是要上车 因为他已经确诊要去治疗 铃鸡隔着一公尺 跟他打招呼都确诊 这是唯一两个有交接的递方 对不对 然后他后来去医院 他又跟狗龙有一些交接 所以他的感染源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你整个访谣医院 到底还有哪些接触的人 这个是要做很前提的大民调 后来那个果农还是脸香还是什么 你那些都要把所有的路径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今天不是说我四天我就打败了 那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不希望屏东因为这样遭到了他一些 包括他的农产品或怎么样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确实 照原来大家所认知的 后的中央一级东西 过去所规定的 这些来做好防疫 那不是碰到不同党派 你看过去他们对于双北跟新北 他们是怎么讲 他讲的是很残忍的 那为了拉台潘孟安 苏政昌自己就跑去屏东 替他打气 说潘孟安做得非常好 然后又潘孟安忍得及到明年 做了八年 旁边那些要嫌疾的人 就赶快站在苏政昌前面 一起背书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很政治 都是政治操作 都是政治操作啊 那他第一个时间操作是 先甩勾给台中 说这个阿嬷跟孙子 户籍在台中 你们台中的朋友没有做一调 台中说他从中正桃园机场 一出境就直接到屏东 他也没有来台中啊 对不对 这是很正确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平进党所有思考第一个就是政治 就是选举 就是如何可以甩锅给别人 那他们在做一些大内宪 在1450在映作的话 他们过去都无往不利 可是老百姓要学聪明一点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身家性命 现在老百姓真的学聪明啊 就对于这个指挥中心的一些讲法 大家都还会再去参考一下 其他的这些专家的讲法啦 因为现在我们来看喔 这个秘乳祖孙确诊 Delta 芳疗的果农 现在确诊了 到底路径是怎么样 是不是从这个芳疗医院感染的 都还有待联清耶 但是现在潘孟安已经靠着正直打败了这一仗啊 因为他说我们有体内有一种这种抗体 现在这一仗我们守住了吗 这是大家一个问号啊 就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觉得放心了吗 已经可以安安稳稳要迎接解封了吗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喔 因为这个光是秘乳骂 怎么样感染隔壁阿嬷的这个说法 都是变来变去的 一开始是讲说 他们只是在门口倒个垃圾一分钟 然后后来隔天他慢慢又改口 又说是因为上救护车之前 然后他们有过短暂的交谈 然后他们的家人又讲 他说不会吧 这样就会感染吗 这个阿嬷当初从秘乳回来的时候 他跟儿子还在机场 双方还拥抱 但是儿子也没有感染啊 那到底这个阿嬷的感染源是什么 现在是一个问号 阿嬷到底是在秘乳感染的 还是回台湾才感染的 不晓得呢 然后再来 那个防疫计程车 当时载着这个祖孙回来 人家也没有事情啊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到底这个感染源是什么 现在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那我们再来看果农呢 果农跟这个秘乳祖孙 他们在6月14号那一天 都有去访疗医院 可是一个是在急诊 一个是在门诊 他们大概交错的时间 有重叠到一个小时 可是急诊跟门诊 照理说 我们要去急诊的时候 跟门诊的时候 是有一道门的 你通常不会门诊 还走到急诊 那是不是代表说 中间有很多人 间接的也有传递呢 不晓得 所以这才是会 让大家觉得害怕 疑云重重的地方啊 这德尔塔有味爆弹吧 因为现在专家都在讲哦 这个群聚推估哦 大概一 因为是一传七点六嘛 一传八 大概这样的数字 所以他说 大概是有75人会染疫 可是我们现在抓出来的 才14人耶 那很多隐形感染源 现在还没有发现到耶 宝宝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 还没有真的去筛检出来的 就像很多医生专家提到 这是一个 可能会有隐形传播链的一个状况 那包含 这个果农夫妇 他们现在感染源是不明的嘛 让他们很多次的去到了 芳苗医院这边哦 那你说医院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他得去匡列 他得去筛检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他是还没有真的很去落实 做到这件事情的 所以 这是最让人觉得非常担心的一点 那再加上 好假设 如果他真的把医院里面 这些人都匡列了 也裁剪 发现 好像不同的这个基础定序 然后是不同的感染源 那完蛋了 那变成会不会可能是 不是这个群聚案 去感染到这个果农夫妇 而是在更之前就已经 Delta病毒株已经进到屏东 这也是让医生专家 更加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像刚刚翟璇有提到的 我觉得那个 他那个说法真的是变来变去 因为其实网友也是很乍波 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 屏东的疫调是在挤牙膏吗 为什么会每次的说法都讲的不一样 最刚开始可能跟你说 哦可能不小心这样子 明明又带着口罩 这样子都会传染 他后来又说 哦没有是因为救护车 这个他跟旁边邻居聊聊天这样子 那你就觉得稍微奇怪 为什么他这个讲法会这么的 就是不同 而且就像刚董哥提到 我真的觉得有一种轻描淡写的感觉 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Delta病毒株 现在发生在台北 或是在国民党执政的现实 我是觉得应该已经整个炸开了 就是一定会被用那个显微镜这样子 又要讲说害大家坐牢这种 也乱出来 但是会很多这种说法 那我必须要去讲到的是 我很想要替这个万华人稍微打抱不平一下 虽然我并不想要去讲到会让那种 就是像绿营之前很多的一些说法 它会造成南北的一个分裂 或是撕裂这样子 但我真的必须去讲 之前万华人 他当下碰到了那些事情 然后整个传染到一个不行的情况下 实在哪里人在哪里 有人帮万华人说话吗 有人帮万华去撇清所谓的破口这件事情吗 没有 是柯市长跟黄山山副市长 一直帮他们讲说 没有这个绝对不是万华是破口 而且万华人要加油 破口就来自于三加十亿 那我就问 那像之前苗伯亚呢 他说什么 全台湾陪双北坐牢 陪台北坐牢 那他有讲过陪屏东坐牢这件事情吗 他也没有讲啊 那另外就是之前石重梁次长 他直接中央认证 就直接说万华是破口 但他们从来没有去说 诶平东现在这个Delta病毒株怎么样 会造成可能后续上的一个传染啊 扩散啊 大家要特别小心 没有哦 全部都在抱团取暖 包含我还看到蔡英文总统到 潘孟安县长的脸书下方去留言 说要加油啊什么的 请问之前双北的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你有去过双北市长的底下的脸书 有去留言过吗 你有去喊话过吗 甚至之前在脸书上的tag 还把柯文哲市长直接拿掉哦 就是死不tag他也知道吗 因为tag到其他的县市长 但是就是足足的漏了这个柯文哲市长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必须讲 太多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双标 他们表面上一直讲到是同党一名 但真正到最后其实就同党一名而已 大家的确还是很担心这个屏东的疫情 因为现在毕竟现在看起来 这个果农不复染了 这个Delta方寮医院 537人采检全部都是阴性 但是很多这种确诊者 他可能是一采阴二采阴 甚至有的人是采了十几次之后 才发现他确诊了 所以现在这种阴性 都让大家没有办法真的觉得安心跟松懈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潘梦安已经讲说 他们已经这一仗已经打赢了 真的打赢了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